我讓我爸當上國民岳父 在這邊跟媒體朋友說一下謝謝 因為那個標題一出來 我爸很開心 他那個嘴角就笑到耳朵 又有位型 他是號圈最辣正二代 民進黨苗栗縣長候選人 徐定貞辣摩女兒李維 第一次在民進黨中央兩項 還有這樣的人 單綱演出 講白話就是要催票 號召年輕人是1126回家投票 這是不用流血 你只需要買一張車票回家 但同樣都是催票 2020總統自己是候選人時 綠營身世震望 親到的是阿滴阿翰浩浩等21組 總訂閱數超過2000萬 來自不同領域的知名YouTube們 合體錄短片 這回相對選情論 則是有念永珍以及網紅郭鬼鬼等 不關心政治就等於 等著被糟糕的人統治 回家投票才能拒絕 我們不想要的未來 不過總統現在身體狀況也被關心 因為發言人張敦涵確診了 大大小小場合都可以看到發言人就跟在總統旁邊 而且坐車也是同一台 總統在常會裡面沒有提到發言人的確診的情況 我想在工作上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工作過程當中 所以我想應該不至於有這種所謂染疫的風險 選前催票衝刺台鐵高鐵也分別加開班次 11月25號27號台鐵加開東線四列次 高鐵的部分則是加開了五班次列車 11月11號凌晨就可以開放購票 TVBS的終於倫理綜合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